醫療 衛生 體系的感覺 要提速 中國性能源行業 可在一個全球領先的地位 每一個養老的人就不顧無憂 經濟是就業的基礎 市場化 法治化 國際化 都能夠在國際的發展有信心 2024年 我的期待就是落實力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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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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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用電需謹慎 使用爐灶需照看 觀眾朋友晚上好 北京時間二十點整 歡迎收看這一時段的公私與行業 我是楊子在上海問候各位 今天是周三 又到了我們相約星期三的基金時間了 今天我們請來的嘉賓 是來自華泰百瑞指數投資部的總監 兼基金經理柳君先生 歡迎柳總 嗯 那我們將在北京時間二十點二十五分左右 和大家一起來聚焦 2024跨境ETF的投資策略 那今天呢 為大家解讀短期市場波動的 是我們的私募基金經理趙熙 趙熙歡迎您 這一時段也歡迎您 通過我們的微信平台 和我們一起來互動交流 回到今天短期市場的表現情況來看 今天的三大指數是震盪調整的 三個指數都是小幅下跌 兩市成交破了萬億 9317億 比上個交易日 縮量了1353億 那盤面上來看呢 風電光伏等新能源賽道的個股 是集體反彈 另外呢 機器人概念 午後出現一個大漲格局 燃氣股震盪走高 而在下跌方面呢 前兩天漲幅不錯的 向AIPC概念陷入了調整 向汽車 保險 傳媒板塊 跌付總體局前 總體上的個股漲多跌少 全市場有3400支個股是紅盤報收 北向資金今天的競賣出14.6億元 那兩融餘額自2月8號起 持續回升12天 到達了14961萬億之後呢 昨天略有減少到達了14920億元 比前一個交易日減少41億元 我們來看看短期市場 趙希如何評判 那趙老師剛才我們也提到了 市場今天衝高回落 到了3000點左右這個坎之後啊 可能市場在心理上 包括在情緒上動能上啊 可能都在這兒有所猶豫 那從今天整體情況來看 市場是不是還多頭佔優 有這種感受嗎 是的 首先呢 我還要按照老規矩 跟大家說一下 先說我的結論 然後再闡述一下我的邏輯 我上次做節目到現在也有 接近三週時間了 我當時的觀點是很鮮明的 我認為我 我至少我管的基金產品 我是在做多的 比較全力的在做多 那麼對指數呢 我期望並不太高 當然邏輯我也是 主要說的主要原因 其實到今天 我的觀點依然沒有大的變化 那麼 現在對於整個三月份的話 我還是認為機會大於風險 市場 像今天 其實 像今天 數量了 三個指數 平均又小幅又回落 但其實 這兩天 這最近兩三天的市場表現和走勢 比我想象中的還要強一點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從我跟蹤的 最近 最近 剛出的經濟數據 比如說 剛公布的PMMI數據 或者一些 一些宏觀經濟指標數據 比我想象中 比我預期的 比我估算的還要 好那麼一丟丟 接地氣的這麼說 然後呢 市場為什麼 比我想象中還要強一點呢 因為 我看到的 二月份的房地產銷售數據 包括最近的 碧桂園和萬科的事件 鬧得沸沸揚揚 我以為市場應該會出現 三五四五十點的調整 但是市場比我想象中還要強 盤面調整一下 盤中調整一下 結果實際上表現 市場比我想象中的 比我的預期還要更強近一點 所以我認為 目前這種震盪是非常正常的 出於未來的不確定 那麼 有句話說得好 行情總在猶豫中上漲 在狂慌中結束 這老話是這麼說的 所以我認為 目前這個階段的話 我覺得 我反覆說的 我的邏輯的 首先 我上次做直播的時候 也是這麼說的 如果說 統計最近三十年來 A股的牛熊走勢 我們先說熊市 熊市它的最大 最長的時間 是一千二百一十九天 最大跌幅是百分之七十二點四 然後熊市的平均時間 它是六百五十天 跌幅是百分之四十七點五 然後這一部熊市 從二一年四五月份 之後到現在 它的熊市時間是一千零七十天 跌幅百分之四十五 那麼 大家投資的可以琢磨琢磨 現在可有可能 最低點前面的 二千六百多點 是否是底部 這個問題 大家人者見人 知者見智 這是第一個 我是拋砸引玉的做個參考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說的 目前整體市場 混成三年的估值在十三倍多一點 十一倍多一點 那麼分位數在二十一 換句話說就是百分之八十的時間 A股市場都比現在要貴的 所以上次做直播 我送給大家的話 就是在戰略上應該積極樂觀起來 對於A股短期市場走勢 大家都知道 過去三年 它是點著基金中藏股在殺的 很多大多數基金中藏股 都沒有好的表現 然後小盘股表現還可以 去年 然後最近 最近這兩三個月 特別是春節前 小盘股急劇補跌大幅殺跌 那麼大家知道 它不是從一個五千點的高位往下掉的 它那個相對比較低的點位水平 三千點 還噼哩啪哩往下掉 所以這也是我春節時候敢於大幅加倉的 一個主要邏輯 我認為這個市場先生 他反應過頭了 那麼反應過頭之後 市場砸出坑來之後 往往能給你帶來超偶的投資回報 您剛才說到您加倉 那是不是能跟大家說一下 您每次都來說 五十是債券 剩下是怎麼樣配置 能不能透露一下您最新的配置情況 其實在上次做直播的時候 我已經投資了 你說過的 目前我最高的債券 國債配置比率達到六十 後面是五十 現在依然保持在五十不變 但就債券投資的話 我跟大家做過 我在實際操作的 給大家做一個那個說法 我認為債券說的今天是小牛 但是債券它從去年十月初 連續上漲到今天 連續漲到今天 而且最近還出現了短期 出現了加速跡象 所以我可能會 減掉一成的國債倉位 大邏輯沒有變 但短期它加速之後 我覺得它也不可能 一直漲上去 會轉到A股嗎 我覺得不排除這種可能性 但是就我目前跟踪的橫觀經濟數據 和市場情緒來看 市場目前都被市場 大家都對市場抱有期盼 但是還是不敢大舉加仓 表現在目前市場的走勢上就是 他老是沒有放量 也能往上漲 你經常收羊 前面收了八年羊 最近上陣他又收了四年羊了 今天是收一個 略帶小上癮線的小鷹線 那麼我覺得是 比較健康的一個相對的 比較健康的一個整理 所以就是 我還是認為三月份 風險大有機會 而且我說笑話的一直說就是 我過去一年 我都是雙手抱頭 一直在挨市場的揍 現在是輪到我反擊的時候 所以我市場 我家倉的領域和板塊 我管的基金產品 也是比較進攻型的領域和板塊 您剛才說到進攻型 這一段時間我們看到 就是春節之前 整個流動性出現風險之後 壓力最大的就是那些微盤小盤 包括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個股 在春節之後 由於這個導火線 Sora的這個導火線 人工智能點燃往前走 它已經傳導到這個AIPC 包括這個消費電子 包括人型機器人 就是它就輪得很快 就是你要看 長得最好的五六十的 都是那些個別個股 就是你要真的想把這些錢 轉到A股當中做配置的話 你會怎麼找線索呢 是分散 還是說更集中的 在某一個賽道上 那我的觀點 一如既往的先明 集中 集中在哪裡 其實集中的時候 上次做節目的時候我說過的 首先我認為 目前經濟 整體宏觀經濟 其實是前進不明朗也好 說它下行也罷 那麼在目前整個經濟沒有走入 擴張周期的時候 中透顧概念我是不接受的 因為或者是傳統大盤籃籌 或一些高市值的大國有企業 我認為他們是國民之中的支柱行業 紅利策略是今年好多投資者 是的 就是特別看好的策略 所以說我現在其實走到現在 我認為市場的主線和副線都很清楚 在我眼裡就是能夠穿越經濟周期的 就是科技 所以科技目前是我主攻方向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條副線 就是我以前一直做節目的人 我認為一波行情 它會有一條主線 兩條副線 我現在認為主線就是科技 然後就是當然這個比較範 它包含幾個細分子行業 第二條比較清晰的 就是應該就是紅利指數 紅利板塊 這個副線目前也比較清晰 我去年做防守動作的時候 也買了一些這個板塊的股票 我上次直播說的 我已經減少過一部分了 我坦誠地說 煤炭股已經被我賣掉了 但電力板塊的股票 我現在依然持有 電力也有不錯表現最近 對的 所以它其實表現比我想像中還要強 證明市場目前分成調整極端 樂觀的 可能像我可能偏屬於前者 短期樂觀 那我買進攻型的 我配的方向主要就是AI 人工智能 我坦誠地就這麼說 然後機器人 這是我第二個配置重要領域 第三個我說的 主要的第三個 是華為產業鏈的 就是我還是往這個方向來配 因為我過去是雙手抱頭的 被市場揍 現在我進攻了 我肯定買進攻性最強的品種 是這麼個邏輯的 所以最近機器禁止 確實表現得很優秀 很好 那其實趙總 剛才您也提到了 就是說這段時間 就是想抓住市場 比較好的 好的這種且行且生機的這個時間 對的 那倉位上有一些人在猶豫 還3000點了 2638如果是確認低點 可能到了250天線 就是大家看技術 可能在3120左右這個位置 250天線 又有壓力了 3000點上不去 3120又有壓力 就是在這個參考值 這個所謂的心理矛定點上 總要在倉位上做一些調整 和減倉動作 那在倉位上 您是怎麼看的 在倉位上呢 首先就是 其實這個問題 又回到了老問題 就是我們去年 I3年初 我回到過 AI漲多了怎麼辦 目前這一波人工智能漲幅 確實不小了 很多股票都已經有五六十了 更多的也有 如果高薪發展的話 那已經是 往兩倍上去奔跑了 這是個個案 這是個案 但是我要說的一點 就是我 我說個小案例吧 前兩年 特別是在愛零年年的時候 所以從19年開始 那麼市場上 你當時說的股票只有兩種 一種是釀酒的 一種是不釀酒的 就說那時候 造酒的 釀酒板塊大家都知道 以茅台為代表的公司 因為漲價也好 各種原因也好 漲的情況大家是 可能是 大家都有目共睹 老股民都有目共睹 然後這次 我認為這次的人工智能和AI 在我的眼裡它的邏輯 或者它對我的影響和震撼性 我認為是遠高於愛零年 愛一年 因為酒漲價或者需求增加 這種邏輯 是要硬很多的 我舉個最近最真實的一個例子 就是普利斯頓 一個生物學教授 他帶領了一個十多個人的團隊 他在研究生物蛋白 他把蛋白的分子結構成分 全部算出來 整個團隊十多個人 發揮了很高的研究經費 然後研究了三年 他完成了分子蛋白研究出來了 完成了千分之二的工作量 然後最近一個月 Google下面的一個 AI人工智能團隊 通過一個月的時間 把剩下千分之九百 把人家的 剩下的九百九十八的工作量 千分之九百八 九十八的工作量 完成了 然後放到網上 供大家參考 而且都是對的 換句話說 你不要覺得人工智能 它以前AI它是技術概念 好像離我們挺遙遠 但實實在在 它確實是目前的重要生產力 在改變在我們的生活 生活和行為方式 對未來會產生 比較大的影響 所以我認為它的邏輯 是很硬的 換句話說 吃酒 喝酒吃藥當時 航行都能瓦這樣走 萬一市場先生 又反應 又亢奮過度呢 過去年前的 它可能是一兩個月 它背光過度 也就是它接下來亢奮過度 不排除有這種可能 所以說 我認為現在 整個行情發展到今天 我認為三月份 我上次做節目就說了 你現在有三個禮拜了 我說是賺錢的好時候 指數 我現在目前上次做直播 我的觀點就是 我高的網上看到 3150上升指數 然後時間點月 就三月下去 四月初 三月下去這個樣子 我到時候再廣場再分析 所以我目前 我的觀點總體沒有變化 這是我的觀點 顧大家參考 那我再替我們的投資者問一句 替我們的觀眾問一句 就是在AI的這個配置方向 它其實很廣的 這個範圍很廣 還是最基礎的算力的那些龍頭 還是說在AI當中 有更細的一些分類 剛才你也提到這個華為概念 是華為造車 還是華為的這個 就是算力等等 就是現在大家對細分的這個方向 非常看好 因為它分化很厲害 事實上細分其實在目前 它目前第一步 我認為它現在目前就處於第一步 第一步的尾聲 怎麼說呢 第一步它是埔長的 到今天也是埔長 你如果看算力 因為對於人工真的來說 對我們來說不是新的課題了 去年我們炒了半年多 對吧 那麼無論它是算力也好 CPU也好 還是業能也好 還是各種 包括什麼HBM 到現在其實都已經炒過了 但是目前沒有出來特別新的 但是會出來新的公司和標的 切施到這個領域 包括人形機器人 這方面也是也是一樣的 那麼 比如說我們看到有的公司 比如是像 中共去創 它已經創立新高了 對 還有很多 178 但是目前還有很多標的 它並沒有 所以我覺得你現在 我覺得現在目前在我眼裡 還不是特別恐高的時候 事實上去年 我們算力低起來第一波 我認為我反應是比較慢的 航行走了三分之一 我才反應過來 但是 基本上我後來在電視節目上 不當給觀眾投資的打分 對吧 我提醒大家的風險係數 而且我說不分 冰點沒到 多一期我還跌 後來現實也是如此 那麼現在我認為 還不是我過度的去擔心和考慮 算力 人工智能這個領域風險的問題 我目前還是以抓機會 抓個股為主 過去我們可能是賺的指數不賺錢 那現在我們有可能 不賺指數 但賺錢 就這麼的情況 所以我說我提出總體策略 因為我是輕大盤 重個股 輕大盤是我認為 短期之類 我們沒看到有特別大的 系統性風險 更多的是個股機會的把握 但個股機會 前八年揚之後 肯定是結構性機會 那麼結構性機會 為什麼我的持倉會集中 因為我是結構性機會 不會普照 所以我的配置 肯定要有明顯的側重點 才能獲得一個好的投資回報 好的 剛才趙錫結合自己的操作 跟大家聊了短期 對市場的整體判斷 供您參考 我們稍時休息 稍後進入我們 在上週推出的新板塊 新系市場 我們有話說 看看我們的嘉賓 對市場有哪些要說的話 我們一會兒見 九方智頭提醒您收看 公司與行業 做投資要有好顧問 有不懂 問九哥 九方智能投顧數字人九哥 基於九張證券領域大模型 具備大盤分析 板塊挖掘 熱點追蹤 個股診斷 策略生成 金融百科 事件推理 情緒陪伴八大核心能力 24小時在線 急問急答 為你提供高效 專業智能的投顧體驗 上九方整股APP 投資不絕 問九哥 博士千萬家 有博才有家 博士家 實戰派股票學習平台 九方智頭提醒您收看 公司與行業 好歡迎回來 接下來我們繼續上週新推出的互動板塊 新系市場 我們有話說 大家一起來建言憲策 共同來助力A股的高質量發展 那也歡迎大家掃描屏幕 右下方的二維碼 在我們的微信專區當中留言 其實這一段時間 各位嘉賓他們都坦露真誠 就在市場當中所看到的一些問題 還有自己的一些新思考 跟大家做分享 我們今天來聽聽趙熙有話要說 趙熙 首先我覺得這個話題 其實我覺得 我是有一點點表達了資格的 我作為一個A股市場 二十年是奮著在第一線的投資人 我覺得感慨良多 所以今天我要說的話題 我覺得是我的建言是 盡快成立中央地方聯動的平准基金 其實這個話題在 中央地方聯動 聯動的 我跟大家一般的以前的 比如說去年也有 第一財經日報採訪過我 我也是鼓勵比較早的一批人 來呼籲成立平准基金 因為那時候指數跌破2000點 我擔心出現大的 可能的性能性風險 當時很多短視頻上面也有這種報道 那麼我認為中央和地方聯動 可能會更有效 為什麼呢 因為當今大家都知道 地方政府的財政 目前是偏困難的 土地財政收入大幅下降之後 他們目前在經濟沒有擴張周期的時候 稅數方面收入也不夠盡如意人意 那麼怎麼 我們記得愛三年初 我們有個概念叫中特估 希望將來我們能夠 那麼中國一個特殊的國情就是 地方政府持有大量的 地方國有企業資產 這些資產有很多是優質資產 也主要體現在我們的商事公司之間 那麼是否能夠協助地方財政 走出更好的收入增長點 我覺得股權財政是我們的一個期盼點 是我們未來地方政府 地方財政轉上的一個中央方面 那我覺得平准基金的推出 在這方面也有很大的作用 那麼現在我綜合 接下來我就具體闡述一下 我對推出 中央和地方聯動的評論基金的 具體的一個觀點和看法 第一個我覺得 在A股市場 成立評論基金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大家都知道 A股指數的歷史波動率 是具於世界前列的 那麼 統計最近三十年來 A股市場的波動率 是百分之三十六 而標準普爾只有十八 就美國股市的標準普爾指數 它只有十八 我們是它的Double 所以說 處於新型國家 由於A股市場 歷史來又有 那中國人口的問題 那麼人口人口多 那麼從中的現象 比較重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平准基金它更能夠 能夠平滑指數的 過分或過分的表現 所以我認為這個必要性 是毋庸置疑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認為當前A股的 市盈率估值 本身目前 在目前平均市盈率 只有十一倍多 分位數只有I十一的情況下 這個相對比較低的一個 估值比較低 分位數比較低的時候 是推出評論基金 一個比較佳的時機 你如果再等待 也許 如果說 未來我們經濟預期消好了 指數也會有明顯的上漲後反應 那這個時候 推出的時機 就沒那麼好了 所以目前我認為 就是推出評論基金的一個 比較非常好的一個 好的一個時機 那麼人家就說 突出評論基金的規模 和資金來源呢 對於資金來源 那麼國際上 其實是有成熟成功案例的 第一個 它主要來源 財政注資 所以我希望的是 中央和地方聯動 中央成立自己的評論基金 各個地方政府以審計為單位 他們可以成立自己的評論基金 那麼更關注於自己本土的 因為它的本土的 情況 經濟面更多了解 那麼 資金來源 第一個就是財政注資 第二方面 也是一個主要的一個方面 就是採取銀行 受信 或者金融進攻受信 支持的一種金融方案 來獲得資金來源 實際上 國際上成熟的評論基金 他們運作的結果和效果 最終的反應 是非常好的 收益率也是非常不錯的 有成功案例 對 是有很多成功案例 是可以借鑿的 換句話說 我覺得天時地利在各方面都是 比較具備當前推出評論基金 其實評論基金 就是我們自己個人做投資 做投資者 我們有句話叫什麼 買在無人問金時 賣在人身顶廢處 但是由於人性本身 它是存在恐懼和貪婪的 這個是沒辦法 沒辦法解決的問題 只是或多或少的 實際上大家都知道這句話 但是能做到的每幾點 都是因為恐懼和貪婪的心思 在做罪 但是評論基金 它有時候能做到 它不是說 因為它是用制度保證性 它能做到 比如說 上次如果說大盤指數 回撤超過15% 觸發它的買入條件 如果大盤指數 漲幅當年 漲幅超過30% 觸發它的賣出條件 那就逼著你 用制度逼著你買入和賣出 當然這是指數層面的一種情況 具體細化還有很多 比如你賣多少 你買多少 你大盤是這樣的 上市公司呢 如果股價自己本土上市公司 下跌超過40% 那觸發買入條件 漲幅超過一倍 觸發賣出條件 賣多少 那這種我認為 整個管理層 他們比我們更有經驗 也更有能力 他們能把這個方案設計得很好 所以我認為目前 就是推出品種基金 很好的時候 而且有助於地方財政 往股權財政方面的轉型 那其實剛才 趙琦是用比較完整的思路 提出今天對市場的建言憲策 對的我要說的就是 還有補充一個規模就是 中央的規模 兩到三萬億為夷 那麼地方縣政府 依據地方的財政財力 和實際上的融資 得到的支持情況 那麼數十億到數百億不等 那這樣加起來規模 就可能應該會有五六萬億規模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總體呢 是目前不到八十萬億 對吧 那麼我相信能夠給市場 帶來極大的提振 甚至能夠流轉預期 那麼我覺得未來股市 可能會為應得更加健康更加好 現在當下非常及時推出 中央地方聯動的平准基金 是的 那可以採取財政注資 還有銀行受信的額度方式來 然後化解從土地財政 到股權財政的轉變 是這是我的一家之爺 而且能把當前這個市場的這個困局 化解掉 是的 謝謝您的建言憲策 好了 那在這兒也給大家做一個預告 那明天下午的兩點到三點呢 我們將在有看同家 APP直播間和抖音號 同步直播許可的這個主題直播 主題是狭義基本面 對廣義基本面 歡迎大家届時收看 那上市休息之後呢 將是我們今天的相約星期三 基金時間 今天我們請來的嘉賓 是華臺百瑞指數投資部的總監 兼基金經理柳君先生 他將跟我們一起來聚焦的是 2024年跨境ETF的投資策略 我們一會兒見 有喜事就由老鳳翔 上海燃氣提醒您 請安全使用燃氣 使用燃氣時請一定要保持室內外排氣通風 發現隱患請及時撥打上海燃氣熱線962777 安全使用燃氣營造美好生活 好 歡迎回來 歡迎繼續關注公司與行業 接下來是我們的相約星期三 基金時間 應該說大家對跨境ETF了解多少呢 2024年跨境ETF在策略上 有哪些注意事項呢 普通投資人 在投資跨境ETF過程當中 有哪些要值得注意的呢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呢 我們將跟大家做具體安排 那這裡是第一財經 與上海基金同業工會 共同推出的基金投教類節目 相約星期三基金時間 今天請來的是來自華泰百瑞指數投資部的總監 兼基金經理柳君 我們先通過一個短篇 來了解一下他 柳君華泰百瑞基金總經理助理指數投資部總監 復旦大學財務管理碩士 證券從業22年 基金管理經驗超過14年 在管基金包括華泰百瑞紅利ETF 華泰百瑞護身300ETF及連接基金 華泰百瑞中正500ETF及連接基金等多支ETF產品 在管總規模超過1500億元 柳君帶領華泰百瑞指數投資團隊 七次榮獲中正報被動投資金牛基金公司 五次榮獲上正報金基金被動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獎 兩次榮獲證券時報被動投資明星基金公司獎 由他管理的華泰百瑞護身300ETF 九次榮獲中正報金牛基金獎 九次獲得上正報金基金獎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柳君請到我們的直播間 劉總您好 大家好 那其實今天要和大家聚焦的是跨境ETF 這個話題可能有別於我們第11季的其他ETF的專題 那可能大家要先做名詞解釋了 請您跟大家介紹一下什麼叫跨境ETF 的確最近一段時間大家對於跨境ETF的這個市場熱度還是非常高 包括我們從去年的四季度到今年的一季度 我們也可以發現有很多的這種跨境ETF產品 它的交易非常活躍 那首先在這裡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一個介紹 就是什麼叫跨境ETF 那其實從這個簡單這個名詞來看的話 它其實兩部分 一部分叫跨境 還有一部分叫ETF 那跨境它解決的就是你的內容 也就是說我投資的對象 主要是以境外證券市場的投資標的為主 那ETF呢它是產品的形式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上市交易的基金 那通常來說的話 ETF呢它是跟蹤某一個特定的指數 比方說剛才像我們的這個短片介紹裡面 比如說像護身300ETF或者說中正500ETF 那它其實跟蹤的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A股市場的護身300指數 或者說是這個中正500指數 所以說這個ETF它的投資目標呢 就是複製跟蹤這個指數 那把跨境和ETF結合在一起的話 其實通常而言的話 它其實就是跟蹤某一個境外證券市場的一個指數的 上市交易的一個品種 那當然從這個跨境投資角度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也不陌生 其實國內的 因為跨境ETF它也屬於這個公募基金的一個範疇 那其實公募基金出海 就是所謂的這種跨境投資呢 其實是最早的話 可以追溯到2007年和2008年 那當然這個當時的這個跨境投資可能遇到的時機不太好 可能就是當時遇到了這個海外的次貸危機 所以第一批這個出海的跨境投資相對來說 業績表現可能沒有達到大家的一個預期 並且產品的形式呢 也是主動管理的這種方式 那其實經過這個第一批的這樣的一個經驗和教訓之後呢 那其實真正國內的這個跨境ETF的產品推出呢 是在2012年 那這個時候當時就是以被動投資 或者說指數化的這種ETF的產品形式 那當然這個首選的這個市場呢 也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市場 也就是我們中國香港市場 因為當時的確港股也是一個比較熱門的一個市場 所以這個整個的這個跨境ETF的這樣的一個發展歷史呢 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一個介紹 其實您剛才講2007年這個出海的這個過程當中 第一批出海嘗試這個經驗回顧的時候 就讓大家聯想到當時叫QD 就說我們普通投資者覺得 哎呀這跨境ETF我是聽明白了 QD呢它是我們和Q費相對應的這個名詞 我們怎麼來釐清它的這個邏輯關係啊 對 剛才這個主持人介紹兩個名詞 一個就是Q費 還有一個就是QD 那我們可以就是說可以把它簡單的理解成 一個是引進來 一個是走出去 對 那Q費的話我們叫做合格的境外投資者 也就是說如果境外的投資者 他想投資A股的話 那他首先得申請Q費的資格 拿到Q費的額度 才能投資我們的這個A股的證券市場 那反過來是一樣的 就是說境內的投資者 他想去投資海外市場的話 他也得獲得QD的這個資格 以及拿到這個QD的額度 那QD的資格呢 一般來說我們叫做合格境內 機構投資者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大家出海投資的話 都是借助公募基金 或者說其他的一些機構投資的方式 去投資海外市場 那當然這個也會有個額度的一個限制 就是說也不是說無限制的讓大家換美元去投資 他一般來說都會給每一個合格的境內機構投資者 一定的這樣的一個額度 然後我們發行這樣的一個公募產品 然後通過這種換匯的這種方式 實現這種境外投資 那剛才把這個名詞給大家說得非常清楚了 那對於普通投資者就說 這跨境ETF它到底有哪些優點 是通過ETF的形式 我們可不可以把觸角 把資產配置伸到海外 是這樣的一種領先優勢嗎 的確就是說 對於國內的投資者來講的話 就是說它首先一點就是境外的投資標的 應該說是豐富了大家的一個投資選擇 那可能很多的人他喜歡做這種 全球的資產配置 那可能因為所謂的這個不同的資產 它在不同的週期當中 它可能表現會不一樣 那我們經常說的就是 不把其他放在一個籃子裡面 那有未來隨著大家的財富的增加 可能對於這種全球資產配置的需求在增加 那跨境投資就解決了大家投資標的問題 豐富了大家的這樣的一個投資工具 然後第二點的話 就是說剛才講的就是跨境投資 它的一個另外的一個優勢 就剛才我們講的跨境ETF 就是它用ETF的形式的話 相當於解決大家 投資境外市場當中 可能有很多陌生的市場 或者說這個陌生的標的 其實對於投資者來講的話 其實它的選擇困難是比較高的 那借助這種ETF的方式 我們借助這種 跟蹤某一個特定的指數 那這個指數相對來說 它是比較透明的 比方說我們大家熟悉的納指100 或者說日本的這個日經225 包括我們中國香港的這個恒生科技指數 那其實大家都是可以通過公開的資料 去查閱我這個指數它的成分股是什麼 它的權重是多少 那這樣的話 對於投資者來講的話 它心知肚明 我知道你這個產品買的是什麼 並且它的投資風格 不會發生比較大的一個偏移 這第二點 然後第三點的話 這個也是對於境內的投資 境內的投資者來講的話 它是一種嘗試 因為的確境內的很多的投資標的 都是不能夠實現T加0的 包括我們做A股的這個股票 包括我們買A股的這個ETF產品 都是實行T加1的這種交易制度 今天買的只能明天 才能賣 那的確這種跨境的這個投資呢 因為為了在交易規則上 和境外市場能夠有一定 保持一定的一致性吧 那其實在國內的跨境ETF市場 是實現了T加0的交易制度 就是今天買的這個 跟蹤某一個的標的指數的ETF產品 今天就可以賣出 所以這個也是 境內政權市場的一個試驗田 我們先用這種相對來說 剛才我們的嘉賓也講了 就境外市場整體來說 波動比較小 我們先從這種 波動比較小的一些品種 去嘗試這樣的一個T加0 讓我們的投資者 能夠接觸到這樣的一個 T加0的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交易方式 然後第四個的話 就是說它也解決了很多投資者 資金想出去的問題 畢竟對於個人投資者來講的話 每年只有5萬美元的一個額度 並且其實我們在個人投資者 資金往外匯出的時候 其實是不可以從事證券投資的 這個是在我們的這個 外匯的管理辦法裡面的 所以藉助我們這個 所謂的QD或者說 其他的一些跨境的投資方式的話 一方面是可以解決大家投資 額度的問題 那其實你投資跨境ETF 它本身它是不會受到 這個5萬美元的一個限制 同時又解決了大家 投資境外市場的這樣的一個 投資或者說這樣的一個 配置的一個需求 更全球視野 而且在你的配置過程當中 可能會有更寬泛的一些投資可能 那其實劉總 就是對於我們普通投資者來說 說我們這個跨境ETF 它涵蓋了哪些市場 您剛才舉了幾個例子 納治 還有日金225指數 還有恒生科技 那還有哪些市場 他們的整體收益狀況怎麼樣 能不能跟大家把客觀的一些數據 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的確就是跨境ETF這一兩年 應該說因為A股表現相對來說 可能沒有符合大家的預期吧 那可能大家的確就是 境外市場的配置需求會比較多 那其實從這個 剛才講的就是2012年 公募基金開始推出 這個跨境ETF產品的話 那其實最早是從香港市場 香港市場的話 大家一開始最熟悉的就是 恒生指數 這個應該是香港市場 最傳統的一個寬基指數 那目前香港市場呢 有三個主流的這個寬基指數 就是恒生指數 H股國企指數 和兩年前推出的這個 恒生科技指數 那的確這個 我們可以發現 就是說A股市場 其實它的上市的標的呢 其實和我們的這個 港股市場的上市標的 和我們A股市場的標的 具有很強的互補系 我們知道很多的 境內的企業 選擇海外上市的話 首戰選擇的就是 香港市場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香港市場有很多 我們在A股市場 買不到的標的 所以呢 港股市場是我們 跨境市場的 布局的第一步 然後剛才主持人講的 就是覆蓋哪些市場 那其實隨著大家 對於這個跨境 ETF投資的這個 認識度越來越高 或者說這種投資需求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包括很多的發達市場 包括美國的標普500指數 納指100 包括日本的日金225 那其實像最近幾年的話 其實大家對於海外的 新興市場的這個投資需求 也是也是比較多的 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這個前面講的 傳統的這個發達市場以外的話 包括有投資韓國市場 也有投資這個東南亞市場的 相關的一些 ETF ETF產品推出 所以這個整體來說的話 應該說這個全球很多的 眾多的這個市場 都有相應的這樣的一個 跨境ETF產品去跟蹤 那截止到去年的年底的話 大概整個境內市場 有100支這樣的 100支左右的這樣的一個跨境 大概有100幾支 對108支的話 是截止到我們最近的 統計的數據 對最近的數據 對去年年底的話 大概是100支吧 那就最近過去的兩個月 也發了8支這樣的一個 跨境的ETF產品 那當然從這個產品的 這個分布來看的話 大概75%左右到80% 是投資港股市場的 因為對於境內投資者來講的話 他還是首先選擇 自己比較熟悉的市場 或者說比較熟悉的 這樣的一些上市公司 那的確港股市場 有很多我們A股 有境內的企業 在港股上市的 那第二個就是數量 和規模比較多的 就是美國市場 那美國相對來說 它是一個全球第一大的 證券市場 相對來說它也的歷史和 比較長 然後它的整體來說 成熟度和有效性 還是比較高的 那其實大家 對於美國市場的配置 也是比較多 那大概能夠佔到 整個現在市場規模的 差不多是在20%左右的水平 那接下來的 不到5%的一個規模 大概主要是在日本 東南亞和韓國市場 這還包括我們的歐洲的一些 發達市場 那主要的市場 還是以香港和美國市場為主 那當然從收益的角度來講的話 的確過去一兩年的 這個海外市場的 這個投資的業績 的確是比A股市場的表現要好 那這樣的話 其實通過大家 通過這種跨境投資 其實是能夠平衡大家的 這樣的一個收益 或者說能夠降低這個A股的 單一的投資A股的 這樣的一個波動性 那海外市場的確也有波動 你比如說像美國市場的話 這個2022年其實跌幅也很多 跌幅30%多 那當然去年2023年 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修復 所以我覺得從跨境投資來講的話 應該說還是我們 作為A股投資的一個補充 作為一個新的這樣的一個 投資的一個工序 那其實剛才劉總給我們介紹了 就是說有哪些市場的 相對應的平準 給大家如數加珍 都非常完整的做了一些介紹 一百多支 那現在可能大家 對於這個境外跨境ETF的 它的一個收益情況 還有一架情況 可能有那麼幾支明星的 就是大家可能印象比較深刻 那其中是不是就是您剛才提到 像美國的50ETF的一架比較高 對 因為這個就是 因為去年下半年開始的話 大家整體對於這個跨境投資的需求 在增加 那的確呢 像去年的話 這個海外市場的業績表現 應該說還可以吧 包括像納指的 應該說這個也有30%到40%的 這樣的一個收益 包括日本市場的話 也是創造了 在去年也是創造了 34年的這樣的一個新高 那剛才主持人提到的這個 美國50呢 也是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推出的一個跟從美國市場 核心資產的這樣的一個標的 這樣的一個產品 那當然主持人也講到了 就是說這個 由於大家對於配置海外的 這樣的一個投資需求的增加 就會使得某一些標的 它可能在推出的時候呢 它的規模會比較小的情況下 它的會出現階段性的這樣的一個 供不應求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剛才前面也講了就是 出海投資是有QD額度的限制的 所以就是會出現階段性的這樣的一個 產品溢價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其實您剛才也提到了 有一些會出現這個產品溢價的情況 我們一會兒再和投資者分享 這個未來投資策略過程當中 還會提到 那對2024年 我們剩下的這個交易時間來說 對跨境ETF5在配置上 您有哪些就是思考 就是說我們展望一下2024年 因為前面大家都看到了 還長得不錯 有一些市場漲幅也非常可觀 那我們在這個時點上 如果還想進行一些更多元配置的話 跨境ETF5在這個時點上還有得選嗎 的確就是說現在就是跨境投資的工具箱 應該說是比較豐富了 就是說能夠滿足絕大多數投資者 配置海外的一個需求 那當然從過去幾年 整個證券市場的發展來看的話 我覺得全球配置應該可能是一個未來的方向 未來的方向 也就是說雖然我們是A股市場的投資者 可能還是以A股市場為本 對吧 但是呢可能還是要兼顧一些海外市場的一些投資機會 所以呢這個對於海外 包括2024年的這樣的一個跨境投資的話 我覺得可以整理以下幾個思路吧 那其實從過去整體的這個海外 影響海外市場的表現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就是這個美元的利率 就是說其實這個也是 因為它本身它也是貨幣的一個毛 所以呢大家可能關注度會比較高一點 那其實從過去兩年來看 應該美國市場經歷了一個比較高的這樣的一個通脏 那使得美元呢 利率呢處在一個比較高的一個水平 那在因為美元利率處在一個比較高的一個水平 水平的話 它會形成一個資金的一個紅隙 也就是說會使得很多的資金回流到美國市場 這個也是我們在過去的一兩年看到的 為什麼海外的市場 包括美國市場 能夠走出一個比較長的這樣的一個 上升的這樣的一個行情 這個和資金的大幅回流是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關係的 那當然從 站在2024年的角度來講的話 這個可能美元的這個利率 還應該說還是一個影響大家 跨境投資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那其實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的話 其實大家一直都是在討論這個 這個美元 美聯儲什麼 何時能夠進入到這樣的一個 降息的這樣的一個通道 但是呢 過去了大概兩到三個季度的話 應該說整體來說的話 還是處在一個比較高的一個位置 比較高的一個位置 所以可能接下來的話 大家對於這個美元的利率走勢 應該說還是影響大家 跨境投資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我想從跨境投資來講的話 我想從六個方面 六個方面的去尋找 跨境投資的這樣的一個投資機會 那當然第一個呢 我覺得還是前面一位嘉賓也講的 就是科技創新 那的確呢 這個引領這一波行情的 導火索也好 其實還是跟這個 以OpenAI為代表的這個人工智能 其實從去年就已經開始演繹了 這樣的一個走勢 並且在去年上半年 也傳導到我們A股市場 引發了這樣的一個 包括算力啊 人工智能這樣的一個 包括雲計算的這樣的一個行情 那我覺得這個 從過去兩年來看的話 這個以OpenAI為代表的 這種科技創新 應該說還是具有很強的 這樣的一個科技創新的 顛覆性的啊 那其實每一輪的這種科技創新 我相信它一定會培育出相應的 上市公司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海外投資來講的話 我覺得首選的方向 還是以這種科技創新 特別是這種 顛覆性的這種科技創新 可能是未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配置的一個對象啊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我們看到觀測到呢 就是美國的通脹呢 包括這個就業數據呢 應該說就是處在一個平台期 短期而言的話 美元利率上行的概率也比較小 但是市場呢已經開始有在交易這個 這個美元下行的這樣的一個預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的十年期國債的話 其實從去年的四季度開始的話 就已經從5%以上的一個水平 下降到一個4.2%左右的一個水平 其實市場它會先行於這個這個數據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去年 可以看到最後大家已經在找機會 去交易這個美元下行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所以如果說一旦出現這樣的一個 美元下行的這樣的一個機會的話 那就是剛剛我們之前講的 這樣反向的一個邏輯 就是資金可能會從發達市場 回流到新興市場 所以呢 那其實海外的一些投資 其實也包括新興市場 包括我們前面講的這個東南亞市場 那其實也是一個新興市場 所以呢它也會受益於這個美元的 一個回流的一個影響 因為在美元回到美國 在美元回到美國這個時候 其實新興市場的雖然股市也有可能漲 但是它的匯率是下跌的 所以它可能在指數漲的這個過程當中 匯率可能會產生一部分的損失 所以我覺得像未來的話 在2024年或者說未來更長的一個 2025年的話 如果我們大家要交易這個美元下行的話 那可能新興市場 可能會享受到一個資金回流 以及新興市場貨幣升值的 這樣的一個疊加的這樣的一個區間 或者說這樣的一個時間 這個前提是美元的這個 美國的10年期 國家收益率要下行 對 對 所以就我覺得大家可以關注 這樣的一個投資的一個機會 然後第三個的話 就是大家討論的比較多的 就是全球產業鏈的轉移 包括全球產業鏈的一個重構 包括美國市場它也提出 它的這個製造業回流 其實在未來的幾年 可能全球的產業鏈 包括轉移也好 還是重構也好 可能是一個大的趨勢 大的趨勢 所以我們說 經常說的就是 現在我們正在經歷 這個全球產業鏈的第五次轉移 應該說我們的 我國應該說是第四輪 產業轉移的一個 受益最大的一個市場 我們可以的確從 可以看到 2000年中國加入WTO之後 中國整個的這個產業鏈 應該說工業部門 應該說是最完善的 應該在這個 過去的這個20年當中 形成了世界工廠的 這樣的一個地位 那現在我們面臨的一個 全球的一個產業鏈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重構和轉移 那其實這個也是 我們可以大家順著 我們第四輪的產業的 這個產業鏈的轉移 去尋找第五輪產業鏈的 這樣的一個投資的一個機會 那第四個的話 就是大家也要 也是從我們A股市場當中 去尋找 中國經濟過去三四十年的 這樣的一個發展的 這樣的一個投資機會 那其實 中國的這個改革開放之後的話 其實享受的 除了享受到資源的紅利以外的話 其實人口紅利是A股市場 包括中國經濟很長的 這樣的一個紅利期的 那其實放眼全球市場的話 其實也有很多的新型市場國家 它也在經歷這樣的一個 人口紅利的這樣的一個階段 那它是不是有可能複製 中國經濟過去二十年的 這樣的一個騰飛的 這樣的一個投資機會 這個也是我們大家可以 去從這個人口結構 人口紅利去尋找 跨境投資的這樣的一個 投資機會 然後第五個的話 的確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過去兩年的話 其實放眼全球的話 還是不太平的 包括這種地區衝突戰爭 其實還是時有時有發生 所以整體來說的話 這個我們面臨的 全球的環境還是比較複雜的 所以我們大家在選擇 這個跨境投資標的的時候 可能還是要選擇相對來說 比較穩定的市場 比較穩定的市場 或者說它的 在包括我們在選擇 一些上市公司的話 也是要選擇一些現金流 整體來說 比較穩定的這些上市公司 來抵禦未來可能面臨的 這種全球的這種 外部環境的這種不穩定 那第六個的話 我覺得就是大家 也可以從匯率的角度 那的確呢 在過去的一兩年 有一些市場 它的匯率出現了 比較大的一個貶值 那其實如果我跨境投資 其中有很大的一塊收益 就是來自於匯率的 剛才前面也講了 就是說為什麼 過去一兩年 投資新興市場不太划算 因為你投資新興市場 可能的確指數是在漲的 但是它的匯率是在貶值的 一生一副 它可能其實沒有賺到錢 但是如果說我們 從匯率的角度來講 去把過去一段時間 整體來說 匯率貶值比較幅度 比較大的這些市場 篩選出來的話 那其實我們可以 可以去享受 跨境投資當中的 另外的一部分的收益 就是匯率的一個收益 那上面提供的這個六個方面 應該說供我們的這個 電視機器的觀眾 做一個快進投資的一個參考 2024年 就是從現在著眼開始 展望2024年六大方向 科技創新 還有就是新興市場資金的回流可能 還有就是全球產業鏈的重構 還有您剛才提到的就是 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 對 去尋找這個中國過去20年的 這樣的一個發展經驗 就是發展經驗 對 還有就是穩定市場 就是穩定市場 非地元政治的不確定當中 尋找一些相對來說 確定性比較高的一些標的 還有最後就是匯率 就是這六大方向 那其實我們想在節目的最後 還想請柳君給我們介紹一下 個人投資者如果說 我想想我還是做一些配置 我打算開這個跨境ETF 我打算去進入這個配置了 如果真的想做了 您給大家哪些溫馨提示 對於個人投資者來講的話 就是說他 首先一點我們說任何投資 他一定是最好是做組合投資 和分散投資 從資產配置的角度 去選擇投資標的 儘管海外市場過去一兩年表現不少 但是我們也不建議投資者 你把所有的資產都壓住在境外投資上 做配置用 對 其實它是其實就是一個工具箱 豐富你的一個投資的一個選擇 那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的話 就是說我們還是建議投資者 在選擇跨境投資的時候 還是以ETF為主 畢竟它的底層資產是比較透明的 也就是說我 我知道我買的東西是什麼 這是第二點 然後第三點的話 大家在交易ETF的時候 就是經常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ETF的溢價的問題 跟我們主持人在開始的時候 也提到了這個溢價問題 那其實剛才也前面講了 就是溢價它其實還是由 供求關係導致的 供求關係導致 那如何投資者去避免 買到高溢價的品種 其實對於所謂的溢價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這個產品它可能只值一塊錢 但是它在二級市場交易的時候 可能就到了一塊一毛錢 那這個多出來的一毛錢 其實就是溢價 我們叫溢價10% 那其實對 那你一塊錢買進去的東西 如果說它的溢價不穩定的話 那可能過了幾天 這個溢價從10% 一下到了5% 或者到了3% 那可能這個溢價減少的過程 就是你一個投資損失的過程 那可能你這個投資的資產 可能在過去幾天 從一塊錢找到一塊零一 但是彌股不了你這個溢價的一個損 所以你溢價的部分 其實就是投資者 額外付出的一個成本 那當然的確這個供求關係在這裡 那是不是我怎麼去選擇 我覺得有三個原則吧 就是說如果大家在做跨境ETF投資的時候 首先一點就是看這個產品的溢價高不高 如果溢價的確很高 那我就在市場當中去找 是不是有跟踪相同標的 其他相似的一些ETF產品 那比方說 找同類 對找同類 就比方說像投資納指的有很多 投資這個日金225的ETF也有很多 那可能有一些ETF產品 可能溢價10% 20% 那我是不是可以找到 跟踪相同標的 可能溢價2%的 3%的 那我其實我就節省了很多的這個溢價的部分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如果的確這個產品是稀缺的 沒有其他的一些平衡選擇的話 那我看它的溢價是不是可持續 如果它僅僅是短期炒作的原因 那我可以稍微等一等 因為畢竟 要過了這個時間 對 過了這個熱度之後 對 然後第三個的話 那的確假設這個溢價是可能長期存在的 那我可能就是要考慮我投資的市場 它未來的上漲空間 是不是能夠覆蓋我的溢價的成長 要理性分析 對 好的 謝謝柳君接受我們的採訪 好了 我們稍時休息 稍後是明日前瞻 好 再見 當你踏入這個店門的那一步 我就感覺到獲得一種家的溫暖 在那邊休息一下 或者吃個泡麵什麼的 就會覺得很治癒 每天晚上八點鐘 準時地背著它的背包 到我們店裡來 要先早上準時八點鐘它就走了 那比如說可以幫你去遛狗 這個可以 它是一個城市的一個叫傳感器 但同時也是城市的一張名片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公司與行業的全部節目內容 趙琦好像有話要說 對明天有市場簡單提示是嗎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特別提示的話 短期數量可能還震到一兩天 但三月份我覺得還是輕大盤 重個股挖著投資機會為主 好的 非常感謝我們今天的兩位嘉賓 趙琦 柳君 也歡迎更多的觀眾朋友 在每周三鎖定我們的第一財經 相約星期三基金時間 第十一季還在進行當中 下周三我們還將和大家繼續來聚敲 ETF 好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 這個金融的大格局 家住浙江鄉下的老李 好幾年沒回老家了 香音無改 避毛衰的老李 回家後發現家鄉的變化太大了 原來到處是小工廠 到處造影污染 污水排放 現在一派綠水青山 聽家裡人說 現在建設美麗鄉村 國家倡導綠色金融 給村裡貸了款 村民發展生態農業 生態旅遊 這叫點綠成金 金融不都是金灿灿的嗎 綠色金融我沒有聽錯吧 綠色金融不是股票低了嗎 嚇得我臉都綠了 綠色金融是不讓我再砍樹了嗎 今天就給大家理一理這綠色金融 綠色金融是對綠色產業項目 所提供的金融服務 啥叫綠色產業 這可多了去了 它包括低碳經濟 循環經濟 生態經濟 涵蓋幾十個行業 由我們所知道的風光水發電 垃圾處理 污水處理 也包括當下最抓人眼球的新能源汽車 還包括生態農業 植柱造林 綠色產業具有環保 高效 可持續發展的特性 但周機城見效慢 說白了 就是缺錢 需要金融的支持 綠色金融的發展歷史 可以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 1974年 聯邦德國成立了 世界上第一家政策性環保銀行 生態銀行 專門負責為環境項目提供優惠貸款 2002年 國際銀行業提出赤道原則 要求金融機構利用金融槓桿促進項目 在環境保護以及社會和諧發展方面 發揮積極作用 近年來 綠色金融成為金融發展一個新潮流 中國再加快構建國內統一 國際接軌的綠色金融標準體系 並積極開展綠色金融創新試驗 政府文制定政策 法律 金融機構建立綠色項目識別體系 通過金融科技的手段篩選 並建立監測平台 滿足條件的項目就能獲得一路的綠燈 除了代表外 還有綠色戰券 綠色基金 綠色信托和綠色租賃等的金融支持形式 2016年 中國將綠色金融列入G20議題 加強綠色金融國際合作 在2020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 我國明確提出二氧化碳排放 立正在2030年前達到峰值 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綠色金融發展的風向標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中國正以綠色金融推動碳減排和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順著 需照看